我们的这份内地的荣耀带到香港去 因为我们当时肯定我们要去香港 肯定会去学校看一些青少年朋友 我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力量带给香港的一些小朋友们 让他们能通过我们的一些成长故事 能对他们有所影响 然后都能早日树立梦想 并且完成梦想 曾先生的体育机会应该是对我们 近面运的一个奖励 特别感谢这个泽县子进行会 那肯定是太高兴了 因为奥运冠军一直是我的梦想 虽然是在第四届的时候才能实现梦想 但是我还是特别激动的 然后我觉得这不仅仅是 对我们中国田径的一个好的开始 包括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开始吧 因为我还想参加下街奥运队 可能说这个路应该是很艰难 但是我还是想能站在2024年的八个奥运会上继续的背过程 此奥运会我也已经32岁了 所以刚开始觉得可能会体力不小 但其实当你真正的去心里有梦想的时候 我觉得年龄其实不是问题 最主要是能去战胜塔克 金牌不敢想 我希望我能千三名吧 保守一点吧 对 我觉得冠军的话肯定 肯定拿冠军是最好的 但是对还是保三争一吧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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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